Deflection 好了,這支裡面我們會說回光的Deflection 在說Water Wave的時候,我們已經說過Deflection是什麼 當這個Wave經過一個Opening,它會向兩邊散開 我們叫這個現象Deflection 在光的情況,其實是大同小異 當然,我們水波產生的方法和光的產生方法很不同 我們一般來說,首先要用燈打 要有一個Opening,我們習慣做實驗是會用一個 長條形的Sleep Sleep是一條坑,是一個長條形的Opening Hole來說是圓形的 我們會用Sleep 在這裡,我們前面會放一個Screen 光和Water Wave是很不同的 雖然我們可以看到光,但是我們看不到光的Wave Motion 即是我們看不到光波的Crest和Troft 要觀察光,我們只能夠把光打到一個Screen 我們可以看到光暗的 這個光暗和Water Wave的光暗是很不同的 如果看Water Wave的光暗是很不同的 光的地方應該是Crest 暗的地方應該是Troft 但是如果Light Wave裡面光的地方 其實就是一個 Strong Wave的地方 暗的地方就是Low Wave的地方 其實就是一些 Deflection Interference 即是我們說是Low to Line intoLow to Line 那些東西來的 意思是完全不同的 好了,我們首先看一下 如果我們用一個燈打 那光是會怎樣出的呢? 那光是會散開的 那所以呢,由於它一直硬 所以光是好像一個Pizza一樣散開的 好像一條Pizza一樣散開的 那當它撞到那個Screen那裡 我們很順理成章的Expect 我們會看到什麼呢? 我們會看到打橫一個 一隻這樣的光 如果沒有Deflection 那些光呢 那些光呢 就會不會有Deflection 它是直行直過的 那我們應該看到 就是一條 好像Sleeping狀的光的地方 但是如果有Deflection 這個地方就會散開的 那當然有時候我們會用什麼呢? 我們會用雷射光碼來實驗 如果用雷射光碼來實驗 那些光碼就不是一個器材這樣散出來 應該就像把線一樣散出來 因為雷射很幼的光束 所以它散出來就像把線一樣 就沒有那個位置 當然散出來如果我們打到鏡頭 我們應該是怎樣的 應該是這樣打橫的線 那把線都撞到這裡 這裡會顯示一些光出來 如果我們跟Water Wave這樣想 就會是這樣的 如果在課程裡面 光的deflection我們要求很少東西 表面上你都是照知道它散開 但是如果你看過書的照片 你就知道事實上並不是這樣 原來光的deflection 和Water Wave的deflection 是有一點點不同的 它散出來原來不平均 它是會散,不過是不平均的 那怎樣不平均化呢? 這就是我們想的 實際上不會發生的 原來首先 中間會有一個位置 是最光的 它是會散的 但是有些地方會暗 有些地方會光的 如果是NASA 那是怎樣呢? NASA就有一點點 所以它會比較減 這個就是正宗位 即是說如果它這樣打進去 打到正宗應該是這條線 這個就是正宗位 這條線 原來看實驗 Deflection的效果是會有一些 光暗的 它是會散,但是不平均的 這裡會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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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弱點不代表什麼都沒有 就是暗點而已 就是强弱弱弱弱弱弱弄散开 形成我们会有一些图片 这些图片一条条的东西我们叫做fringes 重数就是fringes fringes这东西在interference我们会再看到 而deflection和fringes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偶事的 基本上你如果看到有照片 你不要以为deflection就不会有fringes light的deflection是一样有fringes 不过它的fringes是有些和interference 稍后看到的不同 如果interference 基本上 这些间距是一样的 如果interference是一样的 是even的 如果deflection 就是uneven的 所以如果你看一张照片 它是有些fringes 的 基本上你也可以 憑此判断到究竟它是一个sleep的deflection 做出来 还是两个sleep的interference 做出来 如果它是一个sleep的interference 它是有些fringes 它是不even的 一般来说 这里 是会大 就是中间那个 会大 比旁边那个 然后第三个 又会大 一些 就是有大 小 大 那 那个 关系都挺复杂的 那 简单来说 不even的 就是deflection even的 就是interference 那 接下来我们会看一下 就是deflection的 degree 就是程度 究竟是有什么因素控制的 这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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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flection 就抹得较一点 那我们说 degree 就是larger larger degree of deflection 这个smaller degree of deflection 那 什么控制这个呢 Water wave 也都已经提过 这件事了 那 如果这个距离 输了我们就用A 我喜欢用B 因为 搞过你的点几 那你也应该明白 那 而 这个呢 Waiselink 是lambda 那 当 lambda 比例 是越大 那时候 那个 degree of deflection 就越大 那就是说 这个图的lambda 比较大 这个图的lambda 比较大 好了 那 光是怎么样 是一样的 都是要看 所以这个lambda 比较大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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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个 这个 这个 因为我们这个图 是从高 看下去看的 是平面图来的 那 所以这个才是 那 那 Waiselink 是什么呢 光 光是有Waiselink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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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光是長一點的,約7-8Nm 紫光是遠一點的,約400Nm 從顏色上面,其實我們可以比較到不同顏色的光的WaveLine 即是Lamber的大小 如果它是近紅色這邊,即是Lamber大一點 那它的Deflection就會是這一隻 而剛才我們看了出來的Pattern 即是這個Pattern 我當作是Laser,這個Pattern 這個也會闊一點 而紫色的Lamber會小一點 只不然反過來,這個Pattern就會比較窄 當然我們也可以用一個闊一點和窄一點的Sleep 這個Sleep通常都是,即是Laser 給你一塊Sleep,你不能選擇的 可能給兩塊,一塊闊一塊窄 你可以做個比較 寬一點的,這個就會窄一點 因為是一塊帽 窄一點的Sleep,Pattern就會比較窄 因為這個是一塊帽 關係就是相當簡單的 至於,要不需要計算的 即是這個有多寬 要不需要多少mm,多少度 在DSE的課程 現在就不要求你計算Deflection的闊度 或者Angle這些數字